喂 哎呀 还这么活泼呢 今天是你来咱家第二天了 我来看看你 这修你睡得怎么样 你别在这下午饮饮饮 半夜你们不好休息 不好睡觉 从笼子外面挠饮饮饮的这个小笼子 好像还是喜欢和人互动的 是吧 你的攀爬能力这么差吗 我给你换点粮食吧 昨天放的那是 仙头给他放的是花生米 完了看他好像不怎么太爱吃 后来又给他放了苞米茶 苞米茶子 完了看他还是差 可能是嫌利大 咬不动 最后给他放了点 泰国香米 也不知道是给你香米一会儿没 今天给你换成那个东北大米 东北大米 口感比较好 对 我拿个小塑料袋来给你产一产屎尿 把那些昨天的粮食全给倒了 以为那个已经被你 霍霍的 乱七八糟里面啥都有了 你来干啥来了 嘎嘎 你看吧 从上面往下看一看 它就是长这样的 如果它这是小浩子的话 你们就是天敌 但是它是仓鼠 它和浩子还是有区别的 对对对对对对 嘿嘿嘿 别上来了 别上来了啊 哟哟下去了 好了 我给你铲食 你这跑啥呢 啊 去瞄赛啊 你瞅瞅 东北大米啊 你放里面 这小家伙 肯定是爱咬东西 这条铁笼那 他没事对着铁身 还老出气呢 咔咔咬 厉害 完了完了 倾斜了 这一家啥里面了 这这这家伙 整的 咦 不好意思了啊 那他还吃呢 我又给你添了一点 放在小盘里了啊 小笛子里 你要不闲后 你就再那一粒一粒的吃吧 一粒一粒找吧 爱惜粮食还是 没得 对 你想吃现成的 那就上盘里找去 我们给你买了大一点的 这小长鼠窝 明天不到 后天也到了 哇塞 嘿嘿 他应该是在吃呢吧 他可能觉得 从地上捡起的米粒 更像是劳动 所得到的成果 又换成苗苗了 刚才这地不是嘎的吗 从这往下扶持 丢啊 嗯 嗯什么玩儿 哎呦还行吧 你准备晚上没欺负人家吧 都谁喜欢呢 喜欢勾这个龙的呢 一个是金嘎的 一个是路易 其他吗 我还没见到 东北大米 享誉 全国 你也尝一尝 嘿 别着急啦 明天或者后天 你的心窝 心笼着就到了啊 嗯 你就换个更大的 活动空间 他其实他平时 才会睡觉的 在那打肚 在那睡觉 一有动静 完了 他就跟你在清醒了 咱也没养过长鼠 所以对你的生活习性 不是很熟悉啊 你在那刨啊 挠啊 干啥呢 咱也不知道 但你很可爱 这点你同意不 你承认不 你是否觉得 我很漂亮 哎呦我去 你干啥呢 把 你爬那在上面呢 你别给他挠翻了 啊 可爱 哎呦我去 这是这是盖啥呀 哎呦你趁着鼻子挠着 蹭着全身的玩意 好好的米呀 完了非得配点佐料 看来你还是个超老的命呢 我们就要吃饭了啊 吃饭了 然后有工夫再回来看看你 好嘞 你肯定不能像猫 生活的空间那么广阔 你要出来 因为基本上就得被猫给灭了 所以你在里面还是安全的 好了 告辞了 嘿